五十一 《文匯報》 標時委會勞方委員倡議月入2.5萬為佳 2015年7月22日香港新聞A13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民心 標準公時委員會今天開會 討論早前委託政府經濟顧問就低收入顧員訂立標準公時的影響研究 有報導指出 報告指若將標準公時劃日為每週四十四小時 約百分之十月薪一萬元以下的工人會超時工作 至於月薪1.5萬元或以下的打工仔 則有百分之二十六屬超時工作 若將標準公時定為每週五十二小時 月薪一萬元以下超時工作的打工仔百分比降至百分之五 月薪1.5萬元或以下工人的超時工作比率 則降至百分之十三 標準公時委員會勞方委員梁酬亭指出 本港低收入人士超時工作情況嚴重 約以月入1.5萬元作為標準公時劃線 水平太低 建議以2.5萬元為界 報告又指出 無論超時補水平是薪酬的一倍 1.3倍或1.5倍 僱主的薪酬成本一定會增加 企業會轉型違規 甚至出現倒閉情況 香港的競爭力會受到影響